次輪成績大風吹 風勢逐漸增強 讓賽事的外在影響因素再加一 陳宇如後久洞放膽進攻 最終Birdy收場 也讓他一局挺進 領先榜 其實我打起來差不多啦 因為感覺沒有太大 只是今天的推桿特別好 然後因為看的線都比較 就是都看得到線 然後也都照著 力道對的話都照著一直走 然後我覺得說 可能這陣子練的推桿 然後有還滿大的進步 面對高難度的球場 反倒激起陳宇如的平展鬥志 即使想打出Under不是件容易的事 仍希望能挑戰自我 戰勝球場 對這個球場我覺得我還滿興奮 因為特別的難打 那我當然希望可以挑戰 就是更厲害的球場 希望明天棋位可以難打一點 然後讓大家都有這個挑戰的機會 然後看能不能再突破自己 然後把成績更往上這樣子 明日除了公開組最終輪跡戰 長春邀請賽也即將登場 微幅的差距讓戰況更加緊張 持續鎖定博斯高球二臺 一同見證冠軍的誕生